女孩爱上一匹白马 晚上白马化作人形 来到了小英的房间 问她说过的话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愿意嫁给她吗 小英听完瞪大了眼睛 男人见此又问了一遍 你真的愿意嫁给那匹马 小英看着她胸前的白马图案 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你真的把爹总站给人记回来 我就嫁给她 看了看她帅气的脸庞 小英娇羞地点了点头 男人瞬间心领神会 直接把她抱了起来 接下来的画面不好看 小编就不放出来了 当小英大汉淋漓惊醒时 并没有看到白衣男子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个梦 她不禁有些惋惜 奶娘看她茶饭不思 就说老马师徒 说不准白马只是出去吃草了 很快就会回来了 话音刚落就响起一阵马蹄声 打开门一看居然是白马 而她伤痕累累的马背上 挣脱着一具白森森的骸骨 奶娘很快就认出来 骸骨身上的盔甲 正是老将军出征时穿的 而上面的香囊 也是夫人亲手绣的 两人跪在地上气不成声 白马却直勾勾盯着小英 似乎是在催她赶快兑现承诺 奶娘知道后非常震惊 把这事说给了丈夫听 丈夫听完也大吃一惊 眼是个妖啊 杀了她 赶快杀了她 奶娘为了把小英嫁出去换钱 也默许了丈夫的做法 因为知道小英间绝不会同意 于是他们就趁着半夜 悄悄将白马迁到镇上 让屠夫帮忙把她宰了 随着屠夫手起刀落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感谢观看